然后就到了偏套设定的地方 亮色界面关掉就会变黑色的 所以会有倒影 所以我才都用亮色界面在焦 我发现很多人喜欢用暗色界面 可能是黑色看起来比较帅 或是在画图的时候觉得这样 比较没那么亮 那这个右侧界面打开就是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跑过来 左撇子的人可以用 这样就用右手来操作 调整笔刷大小跟透明度 笔刷游标 我现在就是笔刷游标有打开 所以可以看到这个是笔刷的形状 那如果把笔刷游标关掉的话 就看不到那个笔刷的形状 那我自己是习惯打开 这样子 比方说在秒一些边边的时候 比较知道现在的那个笔刷边缘在哪边 比较不会凸出去 压力跟平滑这边呢 就是可以设定你这支笔 稳定化这边就是可以让你画的 线条可以拉比较直 这跟刚才笔刷控制里面的那个功能有点像 总之跟你的 触控笔 Apple Pencil有关的设定都在这个压力跟平滑这里 快速射销延迟就是我们 我们很前面在讲手势的时候不是有这个按着然后他就会 往前往前往前 那这个延迟呢就是设定如果你要久一点的话就是 按着久一点 他才会开始往前 然后下面这个选取范围遮罩可见性 按 选取的时候 像这样子他遮罩就会遮比较多 好这边有个最后最后讲的东西就是手势控制 那手势控制呢就是所有你用手控制这个 Procreate的 设定在这边 最上面涂抹 这个我是关掉的 因为我用笔 用笔来 涂抹 所以我就把它关掉 那我把它打开的话呢 刚刚跳一个 警告的图 如果把它打开来的话呢 这个禁用按键行动 就会关掉 那把禁用按键行动打开涂抹就会关掉 所以说如果你用禁用按键行动 就是你不想用 手指来画图的话 你就不能用涂抹功能 那如果你想要打开涂抹 就会有可能 你在画图的时候 手就去抹到 那擦除我也是直接用笔擦除 辅助绘图 因为我没有很常要用辅助绘图的这个功能 所以我没有给他设定 手势 手势可以把它想成快捷键 就是比方说在电脑按那种Ctrl-Z Ctrl-C之类的 那在iPad里面就是变成你要用两根手指 三根手指 用你的手指去控制 那取涉地管这边 我就是要打开 清点框框 清点框框 就是这个框框 就是我的取涉地管 其他的你也可以用清点框框 所以你可以 设定不同的东西是用清点框框 那竖创形状的就是那种快速变成 圆形快速变成直线的 预设就是画画并按住 就是画画不放开 那你也可以设定其他的东西 速选功能表我是用 式指点按 就这样 他就会跳出这个速选功能表 那里面 这些你要设定什么 是可以自己设定的 那我现在就是设定像这样 填满涂层清除涂层 反正就是一些比较 常用的 然后 功能长比较深的 我就会用这个 因为像填满涂层 就要点开涂层 再点开这个 然后再去按 填满涂层 我就觉得 这种就是长比较深的功能 我就把它放在快捷界这边 全萤幕的话 就是让你 旁边这些东西都 消失掉 那我觉得 这些东西就很常要按 让它消失 也只是很常要按回来而已 所以全萤幕 我也没有开 清除涂层 我也没有开 我把清除涂层 放在 四指点一下这边 然后这个三指滑动 拷贝贴上 就是 这个东西 三指往下滑 就 交出这个 减下 拷贝复制贴上 涂层选择 我这边是选 清点并按住 他就是可以像这样子 按着 然后 可以跟你说你现在有什么涂层 那我现在这边就有一个涂层嘛 那我按文字这里 他就会跳出有两个涂层 就是你有重叠的 图案 画在一起的时候 就可以这样子 长按 我之前发现 蛮多有用电汇的人 很需要这个功能 然后以为 没有 其实他有 可以自己设定 你要怎么教授他 一般这里有个 禁用按键行动 把它打开 如果把它关掉的话 就是你的 手可以 画图 比较容易 可能是你一边 拿笔在画的时候 手就会去碰到 进入按键行动 然后把它打开 这样子 你的手就画不出东西 我现在点笔刷 这样子就不会画出东西 在Procreate最新的5.3版本里面 这个功能改叫做 启用以手指绘图 然后是打开才能用你的手指来画图 那我觉得改成这样比较直觉 也比较好看懂一点 禁用撤销与重做 可以把那个 上一步下一步的快捷键取消 就是不用你的手指头来 控制 然后捏缩手势以旋转 捏缩手势就是 你可以 这样子旋转你的画图 可以旋转它 快速的往下缩 它会变回来 全萤幕的显示 那你说很少的时候 一样是缩一下 它就会回来 再来 以手势 启用3D绘图 因为我没有在画3D绘图 所以这个我就没有开 请问我想要把A档案的涂层移到B档案 有没有什么比较快速的方法呢 就是如果我要把这个涂层 移动到别的档案里面的话 我可以像这样子把涂层拉出来 然后按 作品集 可以再开一个新的 档案 把它放开 就快速把涂层拖到别的档案去 感谢大家的收看 以上就是Procreate 所有功能的说明 有没有发现它真的是一个功能非常完整强大的软体呢 除了观看影片之外 大家记得一定要拿出iPad实际操作一次 并且时常练习 才能记住这些内容哦 这系列的教学影片 我已经整理成播放清单 也都帮每支影片加上章节 你可以存在网页的书签 或是加入手机的主画面 当画图过程中 突然忘记某个功能在哪里 就可以快速的找到需要的段落 有任何相关的问题都欢迎留言 也别忘了帮我按下订阅 下次见 拜拜